关心病分为三个阶段 对照看一看你有没有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关心病的治疗呢 中医呢是根据你的不同病因进行辩证论治 而在现代临床上呢也要掌握一下 他是将关心病进行分期来治疗的 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就是心脚痛 心脚痛的表现一般是胸部的压榨性疼痛 位置就是在胸骨后心脏这个地方 可能放射到心前躯 甚至到上肢下颌腌部 伴有胸闷气短为主的症状 由于血管部分的狭窄 但是这个狭窄的面积呢还不大 所以心脏出现了缺血缺氧 导致心脚痛 第二阶段呢就是心肌梗死 也叫心梗 心梗的表现呢都是突然发作的心前躯 压榨性的疼痛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感到沉重 开始的时候还会伴有心跳加快 血压增高 后期呢会出现全身血循环的障碍 心跳加速 大汗淋漓 呼吸困难这些症状 因为是心脏有部分功能损伤了 血管狭窄的程度比较高 堵塞的严重 心脏呢得不到充分的滋养 泵血的功能受到影响 导致出现心梗的症状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心衰 心衰表现呢是胸闷气短 下肢浮肿了 乏力头晕这些症状 心阳不足 心脏本身是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 如果是出现三高主动脉的狭窄 甲状腺功能异常 这些情况给心脏的复合再加重 那就导致了心衰 如果按照这个进程的话 是不是很恐怖 各位屏幕前的朋友 我们要逆转这个进程 控制干预积极的配合治疗 早日恢复健康 心悸失眠别发慌 有一招补心气定心神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最近很多的患者说呢 运动量一大就会出现心悸失眠 胸闷多梦 疲乏无力 头晕目悬健忘 越是运动量大了以后 越睡不着觉 有这些问题的患者啊 往往还会表现出来 面色苍白 没有光泽 舌指是淡的 脉是虚弱的 或者出现结代脉 中医说呢 这属于心脾两须 气血不足引起来的 因为长期的身体劳累 或者是思虑过重 损伤了心脾 导致了心血暗号 神不守舍 有这么一个忠诚要 能够帮助缓解这样的问题 这个忠诚要就是 人身归脾丸 它具有着补一心脾 养心安神的作用 可以治疗气血两须 心脾两须 这样的一个基础方 很适用于心脑血管病症里边 体质特别弱的患者 当然了 对于失眠这一个病症来说 临床上比较好用的 我还推荐像 诸杀安神丸呀 填梦口服液呀 对于睡眠都有所改善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 公医讲是变中论治 每一个症型 对应不同的治疗方法 要慎重用药 心悸失眠 多数是下面这两个原因 看完你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经常的会有 胸闷胸痛 心悸失眠 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的话 看完这个视频 相信呢 会对你有帮助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号教授 中医认为呢 有以下两个原因 导致上面说的这些症状 第一呢 是心气虚 主要是因为心气的耗损 或者是年岁大了 各个脏气呢 都功能衰退了 或者是大病之后 体虚造成的 心肌气短 活动以后 加重还特别爱出汗 胸闷胸痛 面色也苍白 体卷乏力这些症状 通过益气养血的方式来调理 用药呢 建议像生脉瘾 治肝草汤 如果出现了心肾两须 还可以用白子养心 这一类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心血须 像湿血 劳神 多是气血 生化之源不足导致的 同时也会出现心肌心烦 健忘失眠 这些症状 尤其表现出心血不足来 面色苍白 纯色暗淡 脉也是细弱的 调理的方法主要是 补血 安神为主 像人参龟痞啊 天王补心呢 都可以 你记住了吗 心脏有三怕 希望你一个都不要沾 心脏是五脏之主 君主之关 是供血的中心 心脏呢 有三怕 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第一 心脏特别怕累 过度劳累 会靠伤心血 影响心脏的功能 超强度的劳作 甚至可能会引起心梗 心衰 猝死 这样的情况 第二 心脏怕冷 在超低温的情况下 吸血管呢 就会收缩的更厉害 所以在冬季的时候 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就会增加 第三呢 心脏怕咸 吃的食物里边过于咸 尤其是盐瘦的过多 就会导致血压的异常升高 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所以我们建议呢 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盐量 是在六颗以内 心脏的跳动 是人维持生命的重要标志 保护好心脏 人才能更好的长手 总是胸前疼痛 不一定是心脏病 有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昂教授 屏幕前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胸 老是闷闷的不舒畅 特别喜欢 常出气 总听到身边有这样的人 见着你就 哎 先打头 还隐隐的觉得胸痛 持续的时间 很长 不缓紧 很多人怀疑 自己是不是得了关心病 心脚痛 非常苦慌 在中医看来呢 很多的原因都会引起胸口疼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呢就是 弹阻心脉 因为饮食不结 不干净 不节制 优丝过重 损伤了脾 导致脾的亏需 蕴化能力减弱 身体里边的水液呢 就会聚集成痰 阻塞心脉 平时呢 会有胸的满闷 头重如果 身体的疲乏 困健 这些问题 想要缓解这个病因呢 可以用瓜楼蟹白半下汤 来加减治疗 起到一个通阳蟹灼 花痰开窍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肝淤气质 中医说肝有疏泻的功能 调畅气机 如果疏泻不急 就会肝气 淤质 出现情质的抑郁 爱常看气 胸胀 这些症状 可以用柴壶 疏干伞 逍遥丸 开胸顺气 这些疏干领气 宽中解育的药 这第三个原因呢 我来举个例子啊 有一天一个患者 来了就觉得 哎呀 我关心病了 心脏不好 可是各项检查都做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我就问啊 你最近是不是 老低头 久坐干的一件事 这老太太说呀 哎呀我是最近特别爱 织补东西啊 做出小玩意儿来 想给孙子 天天坐在那不动画 所以导致了低头 久坐出现的胸闷 胸痛 气短 这样的情况 他并不是真的 关心病 但是呢 如果时间久了的话 他也会引起气质性的病变 及时的改正 不让他进一步的发展 你记住了吗 早博心慌心剂 常用这两种忠诚药 你要知道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会出现 突然的感觉到心跳加速 突然的会有惊慌不安的感觉 特别是像焦虑紧张的时候 更加明显 心慌气短 乏力胸闷 头晕眼花这些症状 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警惕 是不是有早博了 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很少给大家介绍忠诚药药 对于早博心慌不齐的朋友来说呢 这下面两位忠诚药呢 在临床上 还是有一定治疗作用的 第一呢 就是稳心颗粒 它有益气养阴 活血化瘀的作用 所以针对着心脏不好的时候的 气阴两须 心脉瘀阻 而导致的心慌心悸 胸闷气短乏力 这些症状是有很好治疗作用的 第二个呢 就是身松养心胶囊 它是益气养阴 活血通落 清心安神 适合于气阴两须 心落淤阻 导致的关心病 使性早博 这两种药呢 有相似的作用 但成分是不同的 像身松养心的化淤作用就好一点 而稳心颗粒的 镇静安神作用更强一点 天然的阿斯匹林 疏通血管防血栓 中老年人存好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 几个天然的阿斯匹林 可以帮助我们疏通血管防血栓 中老年人呢 都看过来 第一就是我们炒菜里边常用的洋葱 洋葱可以有效的达到呵护血管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不但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预防血管的硬化 还可以稳定血脂啊血压 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三个呢 就是海带 海带中所含有的牛黄酸 有助于降低血液的胆固醇 可以促进整体新陈代谢的速度 但是呢 海带要记住啊 控制好湿的量 避免一次摄入过多 导致点元素的堆积 使人体的甲状腺出了紊乱 海带和酒一定不要一起吃的 第四 西红柿 因为西红柿含有着番茄素啊 具有着很好的抗氧化功能 有助于提高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脑梗三年没复发 只因为它做对了三件事 脑梗治愈以后也容易复发 但要做到这三点 帮助你远离脑梗复发 脑梗呢 现在困扰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 还有很多的脑梗 在治愈以后 没有多久又复发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需要注意什么 才能预防脑梗的复发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 要按时服药干预 因为动脑的硬化或者是血栓会导致脑梗 这就需要我们用药来干预 阻止住它进一步的发展 来降低发作的风险 避免动脑硬化进一步的加重 很多人呢 在发生脑梗以后感觉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 就逐渐把吃药这件事忘了 虽然这时候脑梗的症状已经治愈了 但是造成脑梗的根本原因还在 所以还要按时有规律的去服用药物 避免脑梗的再次复发 那可不可以说不用药了呢 临床上呢 我会给大家出运动的处方 但是我建议呢 运动也并不能够完全代替用药 该用药的时候还得用药 第二呢 一定要监测着三高 也就是血脂血糖血压 因为三高是导致脑梗发生的诱因 不能够光吃药不看指标 这样你也不知道你控制的好不好 第三呢 改善生活习惯 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 导致了你三高的发生 加重了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形成 会进一步的诱发脑梗 所以如果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呢 一定要改变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戒掉高盐高油高糖的这些饮食 戒烟 限酒 每天呢 要坚持适当的运动 促进血液循环 如果你平时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发病呢 也一定要改正它 引起血管堵塞究竟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血管会堵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血管堵 心血管堵呢是心脏的血管闭塞 一般呢分为急性的堵塞和慢性的堵塞 堵塞的程度不同 治疗采取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呢为什么血管堵 心脏就像是一个房子 有房有屎还分成尖 这里边呢有发电机泵 控制着我们的心脏跳动 而血管呢就像是水管 它堵塞呢是因为血管中沉积的这些物质呢 导致了血管的不通 这些沉积物呢就像是动漫硬化 斑块 斑块再破裂了 血小板凝聚以后就形成血栓 血栓呢会完全堵死这个血管 引起血管对应的供血区域呢心肌就坏死了 这就是急性的心肌更死 当发生急性的心脏堵塞的时候啊 需要尽快的帮助开通血管 所以一般采用像溶栓的治疗 支架的植入 目前呢关心病的患者植入支架之后 需要终身服用抗宁药物 防止血管的再次堵塞 同时也需要长期的监测心脏的状况 包括心电图心招这些检查 千万不要等到全堵了再去修理 所说的这个急性的堵 也是由慢性发展而来的 就像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 平时呢我们要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帮助血管 很好的避开这些堵塞的发生 少油少盐 不过度的肥胖 不抽烟喝酒 不熬夜 适量的运动 特别是不要久做 如果你已经发现堵了 那纯天然的中药治疗会帮助你疏通血管 别耽误了自己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带你了解更多的新血管健康知识 血管的斑块 别发愁 三个方向告诉你如何化斑块通血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确诊斑块的朋友 想要知道怎么治疗斑块 一般情况呢 是从三个方向出发 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 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 从药物治疗上来说呢 血管的斑块治疗 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也根据你的指标 确定你是吃阿斯匹林 还是吃塔丁 第二呢 介入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 所说的阿斯匹林 塔丁药物治疗 无法改善血管斑块的情况下 或者患者之前就有冠状动脉 主动脉或肾动脉 以及四肢动脉 出现了明显的管腔狭窄 闭塞 临床上可以采用介入 或者是手术治疗 听好了啊 除了以上两个方法以外 第三才提到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 而且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更改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 当然这里边包括了调节饮食 不吃过多的油腻食物 减少油脂的摄入 再加上经常的运动 加快了血液的流通 以上三个就是治疗斑块的主要方向 作为中医人 我要特别告诫大家 以上三条里边有缺陷 应该倒过来 第一要改变生活习惯 你的斑块是由于你的生活作息时间和不运动造成的 那么首先要改变这些造成斑块的病因 第二这里边提到的 最先采用的应该是纯天然的治疗方法 那就是中药的治疗 中药的治疗干预了你的这些血液的状况 改变了体质 化掉了这些斑块 所以临床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这些动脉的斑块 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有各具特点 适合哪一个方法具体的 还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来判断 快速的降血压 牢记这三个血位 血压稳稳的降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临床上多数人采用了西药的治疗 虽然西药的降压效果快 但有的患者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所以对于高血压的患者用中医的方式整体治疗辩证论治 除了用中草药治疗以外 还可以通过穴位的按摩方式来降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三个降压的穴位 平时可以多揉一揉 第一个穴就是百慧穴 百慧穴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穴位 两个耳尖之上正中间的地方 它具有着西风醒脑 生阳固托的作用 经常按摩百慧穴 可以缓解中风失与失眠 高血压引起来的头痛等等 第二个呢 就是曲齿穴 位于我们肘横纹的外侧端 比如说啊 头目暴胀 人的性格就是刚烈的 怒目远征 肝火旺 粗鲁莽撞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这样呢 在心脑血管病症来说 特别容易引起中风偏瘫 火气一起来的时候 眼珠也红了 这个时候你帮它点按曲齿穴 可以缓解心中的压力 曲齿呢 木曰曲直 齿是渗水 这个穴位呢 是水生木之穴 能滋水寒木 它的寓意呢 有着无限的生机 可以让肝木的强直 获得柔和委屈之意 所以肝火特别旺 得到了肾池水的滋养 就能够使肝阳上抗的人呢 降了这个火 达到了治疗肝火的目的 所以道德经上说 曲则权是大智慧 这个血就有这个意思 第三个呢 就是四关血 四关可不是一个血 它是一个组合 这是我们临床上 常用的一组血位 它在哪呢 一个是颌骨 我们常见啊 就在手的骨口这个位置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脚上面 太冲血 河骨和太冲的组合呢 成为四关 脚上两个 手上两个 这个血位暗的时候 可以起到让人一身气机融合的作用 河骨呢 是走气 太冲是走血 气血流通 更加通畅 同时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 这几组血 你都记住了吗 高血脂分四种 不难区分的 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脂症通常是说 血浆中的甘油三脂 或者是总胆固醇升高了 也包括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它升高 高密度的脂蛋白呢 它降低 根据升高脂蛋白的种类不同 临床上通常把高血脂症分成以下四种 因为类型的不同 对应的方案也是不同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高血脂生活条理方案 第一 高胆固醇血症 要限制食物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少吃动物的内脏 脑 鱼子酱 螃蟹 鱿鱼 这些 同时要限制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 增加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胆固醇的食物 比如说燕麦 糙米 豆类 这些富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 第二 高肝油三脂血症 要限制脂肪糖分的摄入 摄入蛋白质的食物呢 以豆制品 鱼类 蛋类为主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多吃粗粮 杂粮 粗菜 第三 混合型的高血脂症 要结合以上提到的胆固醇偏高 或者是肝油三脂偏高的注意事项 第四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 要拒绝反式脂肪酸 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建议呢 要控制体重每天都要坚持运动 你要把指标降下来的 每天的运动量呢 不少于三十分钟 运动的内容呢 包括着快走啊 慢跑啊 打太极拳啊 这些 除了以上和饮食有关以外 一定呢 会有人说 我都特别注意了 我真没犯规啊 怎么还是高的呢 这就是中医里说的 你的消化和吸收的能力弱 我在临床上呢 特别爱说这样的话 你身体里边的好人少了 坏人就相对的多了 所以在消灭坏人的同时 也要更加注重你的身体里边好人的培养 增加正气 从根本上去实现健康的目的 冤心病一旦确诊 万不可忽视 下面三点建议要记在心里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身边的朋友 查出了是冠心病 除了要坚持吃药来干预以外 还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有助于阻止冠心病反复发作 第一呢 就是日常饮食要清淡 得了冠心病 不要认为啊 把药吃上了就没事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 控油 控盐 控体重 另外呢 不要熬夜 把指标控制好 第二 保持心情愉悦 情绪的平稳 才能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避免过度的紧张 兴奋或者是愤怒 造成血压升高 严重的可能还会诱发心脚痛 心肛 第三 坚持适度的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提高心血管的耐力 选择舒缓的运动方式 像散步 慢跑 骑自行车 每周呢 至少三到五次 开始的时候可以短一点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逐步的再增加到半小时 或者更长一点 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定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得了关心病 一定要定期的去医院做检查 及时的发现潜在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发现的一件事 先开始走